國外代購深受臺灣消費者的喜愛 但是買的是贈品還是假貨呢 其實也真的是碰運氣良有不齊很多 現在就被踢爆所有不肖業者 看準民眾減偏的心態 所以專門他們從淘寶進貨 從中國進口知名國際彩妝的仿冒品 是假的 那麼就以抽低價格打三折打五折 在網路平臺販售 從中謀取獲利 警方獲報之後 詢先逮捕兩名嫌犯 也當場查扣了兩千多件的假貨化妝品 專案小組走進嫌犯住家 看見琳琅滿目的化妝品 依照品牌整齊排放在貨夾上 立刻展開收證 無論是防曬乳或是粉餅乳液 警方一件一件要求嫌犯 把東西給拿下來 經過仔細抽查 發現這些化妝品竟然幾乎都是假貨 防茂的化妝品依序擺在地上 數量超級多 就怕還有漏網之餘 遠景彎底身子一樣一樣 再次檢查外包裝 最後全部帶回政務室依法申辦 警方接貨情資 並分兩路搜查 另一頭也有收貨 這件一箱又一箱的彩妝用品 全部陳列可停地板 日前有消費者在購買這些化妝品使用後 皮膚出現問題 懷疑買到假貨 份額報警處理 警方調查發現 涉案的兩名男子 都是前百貨公司貴哥 因為熟悉產品特性 在淘寶購買迪奧 Chanel Mac SK-2等假貨後 帶回國內網路平台販售 並以低於市價的價格宣稱 國外代購掛羊頭賣狗肉 警察當場查扣破2000件仿冒的化妝品 查扣 SK-2 DHC YSL 等11個品牌的化妝保養品 總計2880件 估計侵權市值約新台幣100萬元 其中像是Hermes 純高增品售價2315元 仿冒品卻只要1187元 另外YSL 起點粉餅正規價2630元 假貨更只要970元 價差之大讓人心癢 但下單前消費者還是得多想想 免得省了小錢卻用出問題 反而吃大虧 記者眾部報導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